今天继续走 不要我走 太多的风景 哈喽大家好 这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 广州有一家烤肉自助 已经开了很久很久了 最近是刚刚放心过 而且好几个小伙伴推荐过这家店 价格其实也不贵 一百多块钱 叫什么茶茶日式烤肉自助 那么像这种不太贵的烤肉自助 味道究竟怎么样 今天我们去看一下 就防止被特殊照顾 我们等所有东西基本上完之后 我们才开始拍 首先他们家的话有两个价格 一个是一百四十多 一个是一百六十多 我吃的是一百六十多的那一个 限制的时间就是一百分钟 他们家基本上主要是吃卡卢比 牛舌 还有那个什么牛腹肉为主 一百四十多和一百六十多主要的区别 就是说这个特选卡卢比 还有这个牛腹骨 这个什么牛腹膜肉 这个什么也是这个牛腹膜肉 区别都在这一块 然后一百四十多的话就不包含这个甜品 他们家其实每个座位 都很框敞 但是我一个人的话 给我的张桌子 应该是他们店里最差的一个位置了 条件艰苦点其实无所谓 但它的味道好 我觉得就可以接受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 每一桌的话就没有独立的那种抽风系统 所以有可能的话等一下吃完之后 身上的味道可能稍微会有一点 他们用的炉是这种电烤的 就不是炭烤的那种 饮料那些的话几乎可以忽略 就是可乐雪碧这一些 还有什么酒类的话 会稍微比较丰富点 但饮料的话就很普通 主要是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然后它的肉类之类的 也就估计给我上了个三分之一吧 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很浪费时间 毕竟只有一百分钟而已 就他们家的炉 其实热起来的话 稍微是有点慢的 它这个炉真的是 特别慢 所以烤起来的话 就烤的十倍久 你看这一块 烤了这么久还是生的 其实只有这么个小圈圈 稍微是比较快一点 牛腹肉 其实牛腹肉就是牛腩肉 它是有腌制过之后再过来烤的 所以其实小味道其实还不错 而且他们店里提供的这个小佐料 这个辣椒粉 其实看着肉玉其实还不错 这边这一个的话 是他们店里的烤肉汁 试一下味道 它是那种稍微偏甜一点的烤肉汁 牛舌 不是很熟 烤肉真的需要一点蒜 我觉得才香一些 这一个叫猪颈肉 他们家牛舌 我觉得是偏一般的 它不是弹 也不是脆 是那种有点 偏老 也有可能是会烤的问题 偏老 只有那种韧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角度 卡鲁米 它是区域又有肥又有瘦的一个肉 所以像这个位置的话 特别适合烤 冲烧鸡腿 像其他店的话 我觉得用一些圆切肉的话 就你烤的如果是半生不熟 其实也还可以吃 但是他们店的话普遍都是一些调制肉 它达不到那种说什么五成啊七成熟的那种要求 我是一个对吃鸡腿 它的肉质要求特别高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家的这个鸡腿肉啊 其实也是算 用那种普通的肉质 就烧烤店的那种鸡腿的那种肉质 海鲜拼盘 我们以后有钱一点 拍烤肉主题的 得招募一个专门帮我烤肉的 本来以为是他们整个店里最浪的一张桌子 就没想到反而是最好的一个桌子 因为你看四个人一个坡 怎么可能吃了吧 你看已经最大货了 这个虾得有四五分钟了 它依然没熟 你放个 放这边是没有的 边上是没有火的 就其实就是中间那一圈圈而已 就你们这边是用不了烫的是吧 鱿鱼 我这一块我已经烤了很久了 我真的是烤了很久了 它吃起来的话还是会多少带点冷 就说明它不是全熟 那不是全熟 我等一下吃了拉猪子 而且像他们肉的品质的话 真的需要全熟 小香肠 就超市那种烟熏小香肠 虾 剩下来 吃完就行了 你会看看 油鱼叙叙 最后一次点餐 你要加点餐 就最后一次点餐了 对对对 有你帮我拿几个肉比较容易烤熟的 呃 拿个三四分都还剩多多少时间 啊 也只要吃完就可以 吃完就可以啊 来十分 吃完 你说吃完的话要很大点价格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一百分钟是典当的时间还是吃的时间 没有客人在外面等我 没有客人等就不会吃啊 去换了一个调料 这个是姜葱 它这个姜葱完全就是照着那个 白切剂的那种佐料来的 这个是一个牛舌的一个组合吧 牛仔骨 它这个牛仔骨应该是鸡切的 不然说它骨头不可能切得这么薄 它们家两个不同的布丁 它这个教堂布丁已经布丁到有点 类似于那种姿势的那种东西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是吧 它有点像雪糕 有点像那个鹅肝 那种综合的口感 另外一个是这种类似有点布丁状的 我还能再加几个这个吗 拿三个给我 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 它有每个人限制两个 但其他人的话 他们多的话也有吃到五分 牛内条 我如果下次还有来这家店的话 这个东西肯定是我要来的一个原因 法式吐司 我是没太懂这个 它就是用一块吐司 然后用黄油去煎 其实我觉得它在上面 应该加一点什么 练奶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会更好吃 来 就家里人吹打麻将 所以随便吃一吃就走了吧 它这个里面就是一些白贝 然后加一些粉丝 金针菇 有点像那个花甲米线 它是没给我加盐吧 就完全是没味道的 这个叫什么牛舌汉堡 这完全就是一个什么狮子头之类的东西吗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看牛舌在哪呢 他的这个冰淇淋只能点亮分 有一说一啊 他们家的话我觉得黄金 是比较荒敞 稍微也是比较舒适的 但是他们家是在地下的故意疼 所以多多少少少 是会有点压抑 服务的话一开始其实很冷漠的 然后后面一直烤不熟 所以服务态度还是稍微好一些的 东西出品的话 我觉得值得表扬的 就是那个焦糖布丁 其他的就没有到那种需要表扬的那种表现出来 他们家所有的肉质 我觉得就苦苦通通吧 160多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去对比市场 是稍微是有点小贵 这一家店的话 我是觉得就是 苍蝇里面 云云众生的一朵小花 仅此而已 他们家小味道其实还可以 就像那些调料之类的 他是一个住在附近 就随便吃一吃烤肉这种的话 就还可以 没什么亮点亮到说 我需要大老远 专门为了吃个东西 跑到这一家来 有那个焦糖布丁 那个还可以 但是他不是主角 好了886